演戏攻略 最近的戏份从傅查皇后去世 傅查复衡令许而情 进去了新的章节 而傅查府的压关清莲也上线了 相信已经看过的人对这个小演员的印象很是深刻 清莲端庄清晰 模样突出 是个绝对的大美人 现实中清莲名叫方楚彤 是一个不太出名的小演员 演的戏友 镇魂街 在演戏攻略 以扮演傅查府之情的丫鬟 丹念傅查复衡 而结局很悲惨 丫鬟清莲结局 竟然被多疑的耳青卖到清楼 而后受到侮辱 选择了自己来结束自己苦命的生活 黑化的耳青简直丧心病狂 连一个小丫头都不放过 想尽办法折磨她 清莲在剧中 是傅查府的丫头 有一天给傅查复衡 收拾被子 对耳青看到后吃醋 因为丫头手里拿了个荷包 其实这个是魏晏落 送复衡的那个 清莲善良细心 知道这个荷包的意义 对复衡来说意义非凡 所以才好好收拾她 可是耳青 却有此为理由 几乎让清莲丢了半条命 耳青把心狠 倒把她的食指指甲拔出 并施以酷刑 这么歹毒的女人 怪不得复衡结婚后 从未踏回她的房间 可灵事人心疼小妹妹清莲 以来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